大家好,飛鱗牛的天神國,我是天神 今天想跟大家拆解 簡單地介紹這個彈射世界的踢罐隊 我看到坊間有很多攻略、介紹、不同隊 但我想在這段影片 再簡單化告訴大家 究竟踢罐隊我們需要什麼元素的角色 怎樣才可以造成一個踢罐隊呢? 希望看完之後大家可以 就算你沒有看過坊間的踢罐隊5 你自己都大概知道,這隻應該適合用來踢罐 喜歡記得訂閱天神國,還有記得按LIKE 希望這集可以幫到你 開始之前先跟大家說一下什麼叫踢罐 踢罐就是你組完一隊之後 你可以極速去秒了一隻王 譬如十幾秒你解決一隻王 就可以從而獲得大量資源 當然是用指定隊伍 看看是什麼隊伍 我們現在就試給大家看踢罐出來的效果 我們一齊來看看 這個踢罐隊大家看看一開波出技 要共鬥打BOSS才能發動 因為你要用Train 6Train完之後會BREAKDOWN BREAKDOWN完之後雷龍一下均下去 4500K 即是450萬 直接秒了一隻王 這個就是踢罐隊了 首先我們踢罐隊需要什麼元素呢? 我們簡單和大家總結一下 踢罐隊最重要的元素一 第一就是你一開波要出技 例如有些角色一開始戰鬥開始的時候 他們會有一個技能能量條 可能加50%等等 這些就是適合用來踢罐 因為踢罐一定要一開波出技 你才夠快的嘛 第二條件就是你出技時間要緊接著 你現在有6隻角色 譬如你兩隊 你自己開兩個帳戶 當你場上有6隻角色 只要其中4隻出技就有4Train 5Train之後就可以BREAKDOWN這隻王 BREAKDOWN完這隻王之後 你就可以用主力輸出出技去秒那隻王 但是你出技的時間一定要連著 所以你要計算數 最好就是你一開波全部角色出技 即是最後你的主力輸出 BREAKDOWN之後收割 這就是一個很完整的踢罐效果 你見到 譬如這個技功 一開波自己能量條又加50% 對象攻擊加5% 那就是perfect match 除了一開波要出技 出技的時間要緊接著 要有4Train或5Train以上 第三就是你輸出要夠爆炸 所以雷龍會是一個好選擇 重魂也是的 雷龍一旦均下去 你見到對象技就雷角色技能 所以加75 即是能力自己技能傷害又加40% 加上82% 再加上其他角色都會加你的技能傷害 加上這條雷龍才打到剛剛的4500K 所以大家就注意 這三點 第一 你要一開波出技 要有一個加能量條的角色 第二 就是這個出技的時間要連接 第三 就是一隻主力輸出 第四 最重要的就是 你有兩個帳戶自己同自己查 要不然 你一個人踢不到 你一定要兩隊踢罐 你可能你和朋友一起踢都可以 但是踢的時候大家要夾時間 你那些出技時間 一定要掌握得很好 好 好了 我們現在就介紹一些 有什麼主流的角色 是適合用來踢罐 這隻雷神 雷龍 一定適合使用 你看到 它本身一開波 已經加上82% 即是這隻貓頭鷹都對 貓頭鷹你見到 飄浮效果 它出完技 飄浮效果 就會出到飄浮效果 它出完貓頭鷹風暴 全隊攻擊力加7.5% 然後這隻技功又是 隊長攻擊力加14% 雷龍 剛剛百多% 加上Mountain 加上他 這一下 你見到 戰鬥開始時 隊長又加5% 即是84 基本上去到 之後再繼續 這隻雲 戰鬥開始攻擊力加54% 他再回答 雷龍 輸出很高 只要他們一出 你見到他 BREAKDOWN狀態 他只要技能 清雲信願的架式 BREAKDOWN之後 敵人傷害效果提升 記得嗎 這個很重要 可能5清雲 你BREAKDOWN 你就可以立刻 提升傷害 再加上剛剛的技能 加上 有一隻角色 這隻所以也是一隻 踢罐神角 八野 都是很好用的 你見到戰鬥開始時 自己技能量 自己技能量條 加40% 這隻就是踢罐角色需要的元素 自己技能量條 加40% 而且你不是要一隻 你要幾隻 譬如我這裏有三格 你每一格都要有一個角色 可以幫助你 加技能量條 譬如我這裏有隻狐狸 這裏有技工 這兩隻都可以幫助我 加這個能量條 之後 如果他們的能量條 有些技能 他們可以令到 其他 譬如這隻白野 自己發動技後 可以除自己以外的 我方能量條 加15% 可以幫隊長加一加 所以這些 就是很適合 踢罐隊用的角色 還有的 有些我抽不到 否則我都想試試玩 還有些什麼角色 都介紹 還有四星的這一隻 四星的這一隻 四星的這一隻 或是暈士的這一隻 露拿露 這隻都很硬 你看一看 當技能發動一次時 自己的技能量條 加50% 之後自己對麻痺效 他是吃這個麻痺效果狀態的 雷龍 又加多了 20% 是8-6-8-7 你看到 前方的技能 要主動出技 會受到雷傷害 和有麻痺效果 看到嗎 所以 對雷龍 又有一個加成 所以好用 還有些什麼角色 都是受歡迎的 還有一隻三星暗 那隻 都很受歡迎 沒錯 這隻 雷貝卡 為什麼這麼受歡迎 一起看一看 之後 這個 角色的人傷害加20% 暗角色 對緩衝效果的人傷害加8% 這個提線影 又自己 就施放魔法 使敵人命中 暗耐性降低 和緩速 以及自己以外的能量條增加 他主要是玩這個 他自己出月技之後 自己以外的角色 他的能量條增加 又是 幫隊長增加 因為隊長現在兩隻輸出來 他沒有加到自己的能量條 所以你要靠剛剛那隻白野 和這隻 雷貝卡 幫你去加那個能量條 所以他出完技之後 雷龍又可以出技 我們一起去看一看 我們再看一次 那一開波 你看到一開波 那他們就 阿露拿露那些 他們就幫手 就是他們現在主位副位那些 幫手加這個能量條 就是一開波出技 出到技之後 你看一下 我們每出一下技 我們那個雷龍那個條 就會增加了 那你快滿了 那所以我們先做到 他可以接著出技 如果不是隊長你沒有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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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能能量條增加 那你很難出到技 所以你一定要有這些角色 大致上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你要慢慢打 裝備那裡都有些要去看 譬如這個 老舊魔像 你看到 自己技能發動 全隊技能商 加7.5% 這個 都是需要用的 OK 還有很多 還有很多 武器 譬如 會幫你加那些能力 那些你也要換 這個鎚 也要 就當自己是雷角色 就給雷龍用 就給雷龍用 做成需要加15% 加上200% 基本上 麻痺效果 敵人又加12.5% 這裡就這樣加27.5% 剛剛這個路拿路 又可以麻痺 你看到很多角色加成 底下 這一把雷索爾之鎚 就可以幫你的雷龍輸出 最大化 這個 木靈帶劍也是 就是了 僅限三次 這個風系角色 的人條能量 加7.5% 這個可以幫風隊 加能量 所以都適合用的 這些武器 你找一下 看看有沒有些 武器 是可以幫你加到 能量條 或者幫你 那個主力輸出 最大化的傷害 就會令到你 更加易打 大家應該大概就知道 這個全隊弱化效果 剛剛我們也有很多弱化效果 敵人傷害加10% 這些都適合用的 大家就注意 努力點去打 剛剛就說了很多 再重複一次 總結 你要一開波出技 即要加能量技能的角色 第二 你出技的時間要接住 第三 你要主力輸出 其他角色就要幫他 掉傷害到最高 一下就秒了一隻BOSS 第四 你要有兩個人 起碼自己有兩個帳號 自己和自己一起踢館 好啦 今集說到這麼多 先都幾多東西消化 但應該就很簡單 拆解了踢罐的成一項玩法 大家可以試一下這一隊 剛剛觀眾用的 其實都是不錯的 露拿露 雷龍 技工 雷貝卡 白野 你叫主位 副位 你要跟著 才能發揮到它的效果 還有那些武器 你也可以看一看 剛剛我說過 索爾之錘等等 好啦 今集來到這裡 希望幫到大家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隊伍 和了解一下鐵罐隊 究竟需要什麼角色 大家可以選擇 大家也可以看